歡迎大家繼續收聽科技怪事錄 繼續和大家討論怪事 接下來是一個大戶 貢獻了很多閘的intel 13 和 14 代的CPU 在我們這個環節上也出現了很多閘 事情還未完結 這次甚至是惡化 首先講一下其中一個外國的媒體 有一個叫Hardware Times 他們嘗試把有問題的CPU RMA拿回Intel 製作 但被他們公司拒絕了 公司拒絕 對 他們說那顆U有什麼問題 當時買回來的時候 發現他們使用PCIe Gen 5 時 機器就無法認出 甚至出現藍畫面的情況 但如果把PCIe Gen 4 降到 Gen 4 的話 就完全沒有藍畫面的問題 即使用不進步機的機能 就打算拿回Intel 製作 但Intel 製作 那些U就沒有問題 拒絕了去維修 即你本身這兩顆CPU 都不是十分之很多問題 很多問題 很多爭論 然後你自己說話 但出彈入了那麼多集 已經在我們節目中 現在連製作也無法製作 對你的信心更加差 對 上回提到他們說 CPU經常會死 他們那時說 簡潔性有機會會死 懷疑是關於電壓的問題 所以降了電壓 就可以改善到問題 但是最終的WoodCost 都是未知道的 當中又屈了NVIDIA 又試過屈那些 底板床 那些都搞了一大輪 然後用家給他頂起來 什麼都罵了 總之我沒有錯 全部都是其他人的錯 他的態度跟星戰時者那一套劇組一樣 對 接著到今個星期 即13900K 和14900K 這兩顆U 都是重災 因為你是最頂級的 還有unlockable 可以被超頻使用 問題被人發現 不單止放在家用的底板上 因為這兩顆U 亦都可以插進一些 server grade W680 這個系列的底板上 主要是針對低階的伺服器 做得到伺服器 即是要穩定 但是有媒體發現 就算是配了這些 server grade的版下 問題亦都會浮現 初時是沒事的 但是越用就會 損耗會更加密件 對 即越用得久就越奶了 對 13900K 都是兩年前的產物 過了這兩年 開始逐漸的問題 越浮越多 變成事件更加發酵 更加大了 就算我不是用server 即是說回普通的 一般用家來算 即是那些人 經常在說 我的機器沒事 我自己 又不見過有問題 又不知道被人搞什麼 這些人 寫出來假新聞 我經常看了很多 comment 就是華文地區也好 外國人也有 很多的comment 我看到有個YouTube 很棒 很好笑 看完這些新聞 即是意譯 是英文頻道 他說 看完這麼多新聞之後 到現在這一刻 你唯一想買Intel CPU的原因 就是因為標誌是藍色 你喜歡藍色就去買 哈哈 是的 然後下面 即是方便襯衣服 哈哈 下面的comment更好 他說 如果你喜歡藍色 你用Intel CPU 遇到藍畫面 你一定會很開心 哈哈哈哈 我真的看到我的comment 真的笑到我 哈哈哈哈 哈哈 本身那個content creator 講這個點已經很笑了 已經很mene了 已經很mene了 你那個comment 可以將這件事 再昇華到另一層次 哈哈哈哈 神經病 真的很mene了 真的很mene了 真的很mene 那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 其實都是說 不定時間歇性 會出現 但是呢 時間推展出來 即是 那時候 有些普通用家 就在發現 玩一些遊戲 會出現error 那時候也有很多人在質疑 在說 你這些人自己人為錯誤 不懂得用機 這樣 才是這樣的 現在呢 有兩個 大型的game developer 出來發聲明說 那分別是什麼呢 第一個 都算是一個很久的 developer Wall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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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lframe的 developer 出來做了一個統計 就說 他們自己用來做testing 就有一個叫nvgpu compute64.dll 他們就檢查這個dll 看看他們會引發到的error code 即是他們內部有很多不同的機器 在做測試 當中 裡面的數據顯示 Intel i9-13900K 是最多問題的那一顆 因為始終都久了一代 他們的選號也多久了一年 就說 整個game裡面的29.5%的crash 都是來自於這顆u的 第二位的就是i9-14900K 即是一個比較新的一代 而且也有一個i9-14900KF 兩顆u加起來有34% 整個測試 基本上只有13至14代的CPU 會出error code 即是在這個位置會出到 那就是說 他們現在內部測試裡面 有80%的crash 都是因為這兩代的i9CPU 即是K過兩顆 是的 這樣就 80%都是跟你們一樣的 是的 也都說 如果有用家 現在用Intel的CPU 覺得是沒有問題的話 You are lucky 是的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進 你都會遲早遇到這個問題 即是希望Intel 會盡快解決這些問題 如果不然其實很影響他們的 遊戲建築者 有時候人家會 試遊戲 很多東西給他們 是 他們的work load大很多 其實會 講完Rawr Frame 就講另一間 另外有一間叫Eldron Games 他們就出了一個聲明 他們指控 現在Intel賣的13、14代CPU 是有問題的 他們的證據 就在這裡說 他們自己公司內部 也都買了很多 這些13代和14代的CPU 就是出事那兩顆 用來做遊戲開快和測試用 在他們的數據中顯示 他們買回來的兩批機 就是不同年代 故障率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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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因為他們做測試 長期都會滿足 測試極限的狀態 就說 看回他們的Error Report 全部都是關於你們的CPU 會有問題出現 每一粒的CPU 平均會發生幾千次的Crash 由於系統不斷出現 一些Random出現問題 就令到SSD的資料 開始有損壞的跡象 還炒到SSD 對 因為你沒有資料 然後突然間 沒辦法去砍壞了 然後已經砍壞了 碰到SSD 那樣 就說 就算我們 GPU和RAM都非常充足 但是系統經常都會說 有GPU的記憶報錯 他叫GPU記憶報錯 就是當初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是NVIDIA那些問題 但別人查到在GPU的問題 就是同一件事 應該是同一件問題 應該是出現的 他就說為免遊戲開發被拖累 所以他們花了一大筆錢 把所有的CPU平台轉為AMD 結果跟他們之前用的Intel CPU相比 AMD的崩潰次數是減少了100倍 還有剛才那個叫做真的很壯觀 出問題的機率是100% 你已經是少年曼 我說打機戰就很棒 护月女的那些 100% 你好像少年曼 我這陣子看黑子 好像是六屆說我射三分球的命中是100% 好像很帥氣 你打機戰 我說我這家打完一定有100% 還很帥氣 現在敵人打你的命中的100% 怎樣都打中你 你隔開那邊都打中你 你糟糕 現在敵人的命中的100% 你真是神經病 這件事真的很瘋狂 沒有想過他們最上級的CPU就會出現 其實也有積可尋 因為13和14代是基於12去到建築 即是一些Refresh的更新 不是一些新的架構出來 為何12沒有事 13和14開始有事 13和14開始 這次的Gigahertz 即是CPU的頻率上升到6Gbps 即是超頻上去 硬勾上去 因為它本身的架構 沒有什麼改進的空間之下 唯有就出這個方法 去提升它的效能 然後就銷售自己最強最盛 但是事實就告訴大家 這個就令到整部機器的穩定性 是很大的影響 更加嚴重的是 你可能想著 我買到最頂級的才行 但是 在我開咪前這一天 我看到也開始有 陸續有些媒體報道 原來不單是這兩顆U的 Notebook也是有影響的 Notebook最頂級的HX 都是13和14代的CPU 亦都有一些隨便的報道 但是 那個出現的機率 就沒有桌上的那麼嚴重 因為桌上的電壓 始終都會比較高 但是 如果連Notebook也真的有問題 的話 很明顯是你的架構上是有問題的 是的 現在有很多媒體也走出來 就在這裡說 Intel你回收 應該都很嚴重 應該都很嚴重 因為你一認了的話 其實後果對他們來說很嚴重 不單是金錢上的損失 而且 Intel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形象 就是穩定 穩定到AMD更加 很多人就說 不買AMD的原因 就是AMD那邊經常 crash Intel才最穩定 這個是根深替顧了很多年的概念 如果他一旦認了這件事的話 其實真的是 對他們公司的信譽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我相信 他就 死人嵗扭 都不會認 應該都是 棄了他 然後馬上推下一代 當沒事 應該都是 就是看一下 事態發展會變成怎樣 現在 我覺得 這個事情是很嚴重的 應該會發酵 就算他認不認也有人會 最大的問題是到現在他都解決不了這件事 因為他之前說會調查這件事 但是到現在這一刻他出了幾次的Fix出來都解決不了 知道這件事涉及到Hardware方面 未必可以用他們更新去解決這件事 你去到game developer出來說有問題其實很嚴重 他試的機器和試的廁所一定比你多 而且不是一個 developer 而是兩個 developer 還有一個是Wall Film 你真是沒有玩意 變成問題應該繼續發酵下去 有什麼以後再跟大家分享 這件事差不多了 接下來講一下印尼的新聞 很少講印尼的新聞 印尼的國家數據中心 最近遭受到網絡攻擊 有些商用的東西是倒閉 最神奇的地方 他們國家營運的數據中心 裡面是有210個政府機構受到影響的 全部都是牽連甚廣 牽連很大 甚至是影響出入境、簽證、護照、居留等 全部都在裡面 那你倒過來想 這麼重要的東西更加不用怕 你不要算是否被人偷 有什麼倒閉被人搞定 但是印尼國家網絡及加密局的局長 出來公開承認 他們兩個出了事的data center 裡面98%的data是沒有backup的 其實data center的用途 就不只是處理一些東西 backup也是data center 其中要做的一門 98% 98%沒有 就是牽連家產 這個時候就是樂觀的人和悲觀的人 悲觀的人就是你沒有98% 你說這東西是50% 然後樂觀的人說你還有2% 那這個就不是樂觀的人 這個又是港產片 回運夜跟他說 哇!在拆棚 你那支指甲鐵嗎?裡面有個錯的 你那支指甲腳腳 這真的跟他裡面有個錯的 2%就可以了嗎? 你給我了2% 你一個不是樂觀的人 可以跟你說那句話 你還有2% 連一個樂觀的人都知道 這個情況下不應該樂觀 2%啊大哥 不是20 20都要叫出去打 2% 是不是又是那張 什麼Adena 睡了在那裡 星廁你不是還有2%嗎 你還有2%data 你還有2%data 起床跪 真的 神經病 這次他們 誰進入了 原來漢客用的是勒索軟件 有一個叫做Lockbit 3.0 的變種 有一個叫做Brain Cipher 這樣鎖好東西之後 然後黑客組織要求印尼政府支付 1310億的印尼盾 計算是800萬美金的贖金 但政府說我們不會屈服的 我們是不會付錢的 我們會嘗試去解密這些數據 嘩 好像很厲害 我們的IT這麼厲害 你不要理我為什麼沒有做Brain Cipher 是的 但我有信心 可以解釋這些data 但如果一班是 連這些data 有98%不Brain Cipher 的IT人 你有沒有信心 他們可以解決到這個危機 就是另一個話題 是的 這件事到現在都很奇幻 為什麼會98%都沒有Brain Cipher 但是更加奇幻的事情 這件事在之後再發生 嘩 還可以再奇幻一點 是的 原來政府出完這個聲明之後 之後黑客組織也出來發他們的聲明 就說 為了我們的行為 向印尼的公民致歉 並且聲稱已經向政府提供了解密的key 所以就說 我們原本打算攻擊的這件事 就是 展示給IT行業的人看 就說 data backup的重要性 是的 他這樣說 他說我沒有想過你們沒有 backup 其實我那次是一個原因 是的 那次是一個原因 就是 你鎖完之後 隨時把Brain Cipher賺進去 鎖一下 就是你這樣 就是一個 這個 那件事 你想想 他們那一刻是用什麼思維出發的 會不會有機會 他們想 其實鎖完之後 可能 他們也有Brain Cipher賺進去 但是 會不會他賺不及 那就給錢 然後 蛤 98%真的沒有Brain Cipher賺嗎 這個IT系統 這樣就好像這件事 罪假惡極了一點 算了 解回給人 你覺得應該是這個原因 才會有這個聲明出來 而 你很少聽過 會不會突然窮人自協 然後解回你算 他現在好像有種 大哥 真的不是 我應該想不到會這麼嚴重 98%沒有Brain Cipher賺 可以讓你Brain Cipher賺剩2% 那你要那2% 可能給錢 98%沒有奶油的 說笑嗎 說真的嗎 想解回給別人 不要不要 真的太陰質了 他可能覺得 他良心過意不去 你 不過 應該下下造成良心過意不去 你不要 你搞了98% 真的太入訓價 我極了 不要 我可能是奇幻 我可能覺得出來走 做Hacker 都有點良知 不可以這麼沒有良心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事啊 這間新聞 好恐怖 這是什麼新聞 這樣呢 哈哈 有些媒體 就認為 可能Hacker 已經跟政府 做過交易 就收到贖金 所以才解封 但是 如果 就這樣看Hacker的聲明 那就很奇幻了 但是他要寫到 會不會 可能對方 從這些 段故 會不會有機會 就說你講得好一點 但是 現在黑客 可憐你也不是一件好事 問題 就是他之前 世神癱願說 我們不會向這些 惡勢力屈服 我們不打算付錢 會屈服在反智行為之下 但是 看回之後的聲明 到底是誰才在說事實呢 大家就自己想一下 是誰釋出善意 或者是誰讓步 到底是釋出贖金 還是釋出善意呢 我真的不知道 還是那個Hacker 可能壞下報 對 你釋出善意 收順一點 收順一點就算了 我不知道90% 很麻煩 我收順一點就算了 你不斷讓我解釋給你 都不想 可能有機會是這樣 他那邊聲明 真的太過 很少可以Hacker聲明是這樣 真的沒什麼聽過 對 突然說 向印尼的國民自協 他真的豁絕 想不到98%沒有Bell這麼嚴重 哈哈 現在各方面是很迷幻的 開頭迷幻的結尾 到底我們聽了什麼 就是Cyberpunk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很奇幻 現在就是奇幻新聞 這件事就差不多 接著這件事 也沒有這麼奇幻的 但是這件事也很大件事 之前也有個很重大的事件發生了 Donald Trump 他們那邊的槍手那邊 即是有人繼續行刺 Donald Trump 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他們要Hack 那個槍手的電話 這樣就發現原來 他正在用的是很新的 即是他形容是一個很新的 Samsung的Android機 美國政府很自然找回之前 幫他Hack iPhone那班人去做 只需要用了40分鐘 就已經成功解鎖了他的手機 還要說 幸好他不是用iPhone 這樣說 因為如果是iPhone的話 他們就Hack不到 即是最新的 還沒Hack到 因為他說在iOS17.4之後 的iPhone 他們是沒有辦法Hack到的 就說 這個叫做 幸好他是用Android機 所以可以Hack它 但是反過來說 如果你是用Android機的話 就有被人Hack的風險 不過都要去到國家級請的Hack 都是一些形象的問題 現在變成跟Apple做了一個免費的宣傳 但這件事也很嚴重 雖然後來這件事往後發展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得這麼迷因 即是那些人做了很多迷因 好像當做了一件很激烈的事去做 其實是很瘋的 是的 Donald Trump是沒有事的 槍手被人打倒了 老實說 他是做這件事行為 你覺得要打倒是對的 但其實有個市民 是因為要去保護家人的送命 其實是的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會迷因 但是有些人畫圖就真的好笑 但又好像迷因化了這件事 他變成整件事好像很歡樂 這樣去掩蓋這件事 我又覺得很奇怪 還說那位是一位消防員 即是如果你說是完全沒有人受傷 沒有人死的 我當壞點就只是槍手 我只是這樣 你那些人這樣說 其實也不太行 他就算是槍手 但是你現在還要有個消防員 去保護家人 而真的送命 而離世 接著 那些人可以迷因 我真的不明白 很奇怪 接著那些人又起到哪一部相機拍 說那部相機好賣了 那些東西又有 那些東西又有 整件事變成很奇怪 我覺得很奇怪 很迷因 跟我預期好像差很遠 真的不明白 有些奇怪 這裏差不多 接下來講完美國 講英國 英國也有一段有趣的事發生了 話說英國一間頂級的寄宿學校 叫Ethan College 早前宣布 所有新生 不讓他們帶智能電話 上學 他們的措施 會在今年的9月實施 他們說這個新的規定 暫時只會規管一年級的新學生 即是未來的新的才有 現在現有的還可以繼續玩電話 我不明白為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在歧視今年的學生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時候歧視新生 對 這個措施說希望減少對於課堂的干擾 嗯 就說有些家長在收到學校的通知信的時候 寫到明 叫你把SIM卡放進學校提供的Lokia功能電話上 即是不可以理智準備 對 學校給你一部Lokia電話 對 只拿一部Lokia回去 只准打電話和收訊 沒有的 那他的電話就變成 學生好像以前的年代 那些人偷偷帶一些玩具回去 那些人帶其他機器回去 但反過來想 其實對於學生來說 都算是一件好事 即是你之前就拿著一個Point 就是在這裏說什麼 要一部電話拿來緊急通訊 對 這樣說 但是其實一部Lokia的電話 你都可以做到 即是那些磚頭功能機 那些feature phone 其實拿來做通訊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你WhatsApp都可以的 其實現在就脈匯出機 新的都可以 我相信他賣的 應該不給WhatsApp你的 給WhatsApp你沒有意義 是的 那有些媒體也都在問他 如果他這樣我真的要用東西 那怎麼辦 他亦都會提供一些iPad 給大家做學習需要用的 即是學習需要用的 可能鎖了很多功能 就給你塗資料 塗資料 塗資料 那些 都算是解決到這個問題 那有一個iPad 又真的解決到 但是這個做法是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因為你不是一刀切完 你又有一部iPad 給他做教學用途 但是反過來想 因為現在年輕的一代 很喜歡去找一些 以前他沒有接觸過的科技 譬如有些 特意買一些CD 買一些CCD的相機 去玩 我不知道英國那一邊 是不是也是這樣 但是 現在給他一部 其他功能 可能一分鐘更開心 還有一個好處 至少沒有那麼容易拍抖音 也是的 玩耍耳朵便算了 至少沒有那麼容易拍抖音 你一般容易拍抖音 即是 我針對 你容易拍抖音的 你的學校有多問題出的 抖音就是父母白樣 對 至少一部feature phone 你可以發訊息 那些東西 你怎樣也好 應該沒有那麼容易拍抖音的 對 學校準備那部 隨時的鏡頭 也不知道給你什麼 除非Vitual 說我30萬像鏡頭 來拍抖音 你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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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個挺有趣的做法 也算是一個挺好的應對 現在這個叫做資訊爆炸年代 現在是叫做資訊爆炸年代 其實某程度上是資訊過渡的 即是說你一天可以收到的資訊 都說已經是什麼 等於以前古人一世人收到的資訊 其實有時候譬如你拉到很遠 對學習會否二分心一件事 你還說對個人健康會否有影響一件事 也有 變成你可能 在學校裡有一個iPad給你做教學用途 可能你用來調查Database的 可能拿到平衡 這個做法 可能會否試到一些有趣的東西出來 讓學校用另一個方向 要看它的測試結果如何 可能到最後發覺不行 真是世界末日 慘無人道 那你就可能要轉 這個方向是有趣的 嘗試是 讓我想到這件事有趣 沒錯 接下來下一單 關於Sony的新聞 話說最近Sony正式宣布 他們撤銷了日本光學媒體工廠的250名員工 就會開始停產一些消費級的燒錄光碟產品 但是強調現在商用的產品仍然會存在 包括了CD-worm DVD和Blueway都在內 那其實怎樣才是消費級的 即是可能是一些商用的環境 即是提供給一些商戶自己買來燒 應該是 即是你在街上買一桶桶 可能就已經沒有了 但是固然是時代轉變 但是另一件事我會想的 你自己旗下都還有在使用的 當然就是在說一部PS5 你還有Sony Music 你也要出碟 是啊 Sony Music 都會出碟 雖然你現在跟我說 你商用那邊還在 即是音樂CD-worm 即是說你很快就會想淘汰 感覺會很重 這件事 或者可能想另一件事 會不會 即是可能所謂的消費級 即是提供給別人自己弄 或者用家買來自己燒碟 老實說現在真的沒有什麼 用家是會自己燒碟back-up 東西的 每個人買一隻Hard-Disp來back-up 不知道又是不是這件事 或者你可能商戶那些東西 提供給別人的 以前可能是說 你要燒一隻碟給別人 那現在 你燒一隻碟給別人 人家隨時沒有電腦 可能都是用了USB 或者用了雲端給別人 那會不會是那邊市場沒有 會不會是光碟 可能真的去回一些 可能是電影或者 即是電影 好像是Sony那些電影 不知道是不是都少了 好像都用碟 這些聽聞 但是你說 你PS 你遊戲又老實說 我覺得遊戲最難淘汰 因為你遊戲 反而有些人 就是買實體遊戲 就是為了我不管 總之我可以不用管 你後面的Patch 我有個Day1的東西 有些人就是這樣做 變成遊戲那邊 很多人還想要一隻碟 也是這個原因 而你說 音樂那方面 是串流是多 但是 你有一些收藏途徑 都還在 還有現在有些人 就玩黑膠 不知道 那些人是一回事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牽涉到 現在越來越多人說 就是擁有的問題 是 因為我真的買了一個碟 回來 我是真的擁有了一件 這樣的產品 但是 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遊戲 就是買Digital版 或者你說音樂串流 那些東西 其實你是沒有買過任何東西 嗯 你是沒有擁有那樣東西 別人落架就是落架的了 或者 廣時這麼說 我現在就算在PS4 我買了一堆虛擬的遊戲 或者我在Switch 我買了一堆虛擬的遊戲 但是如果你升級 可能到了Switch的第三代 或者可能是PS6 它說不認我 就不認我的了 嗯 其實是的 它說不認我就沒有了 你沒有都是新機要再玩 但是 我不用說你一堆最新 我之前PS3買完的話 我PS4也要再買一個 是啊 你或者你可能 不是沒試過的 你老喝你可能 現在V那些你都落不回來 V那些你都落不回來 但是如果你的硬件 那個東西在這裏 是可行的 但是如果它落架 它那個Store都關閉了 我沒有了那個file 我倒不回來 但是我有一隻碟 在這裏我趴下去 只要那部機關到 就能走到 那始終有 為什麼現在有些人 都會想買實體遊戲 有些可能 有些會想說是 for trade-in 其實很多都不是 現在外國多人 是專門那些碟 都存在 我不用管 那些Store會落架 那些東西 那變了有這件事 那整天 我覺得Game那個 光碟還會是 或者實體Game 這個存在 應該在這些實體東西 是可以捱到最後一班 你的Game 你CD反而 都應該未必會 雖然現在有些人 黑膠你一件事 Blue A未必會 但是我猜Game 應該是可以頂到最久的 因為CD 你主要是買首歌 你買首歌的 你買首歌的行為 其實現在有 Digital file 可以給你買 真的可以下載 那這件事 可以解決到 因為其實 那個Data量不是太大 我轉五十部電腦 都好 那個file都沒有事 就不同 可能你PS5上PS6 有機會玩不回 這些東西 是 Game這件事 是比較難 一來它的Data量 會比較複雜 一些 有什麼 Copy 等等 就會加大了難度 以及 剛才大王所說 不同代數的機 有可能會玩不回 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一些很複雜的問題 例如我現在有些片 可能有些人 都特地是狂玩 都還在玩三六零 就是 有堆三六零遊戲 開出來 有些會是這樣 有些 然後有很多Ratual Game 特地開PS1 那些遊戲 都有 你說三六零 也是一個例子 剛剛Microsoft 才停了 三六零的Web Store 就是App Store 就停了 你要玩的話 其實 都是有實體 拍到你的新機 它都可以翻譯 也都是這個問題 如果你當初是買Ratual Game 那你就會收皮 你可能移了 沒有 或者你的機器倒了 我當你去買了另一部主機回來 你二手買也好 或者有朋友給你 或者你本身有兩部 那一部沒有下載 你又沒有了 這個都提及了很多問題 如果你說 看電影 這些東西 都有機會取代 但是遊戲 這件事 真的有些難度 那我看看它之後會怎樣 它很明顯也是想搞的 它就是想你擁有不到它 它就是想你擁有不到它 其實也不只是一間廠 很多廠 全部廠 全部廠正在做的東西 都是這個行業的方向 但是這個方向 是不是一件好事 我自己就不覺得 UB走出來叫你 說你要習慣 不要擁有一隻遊戲 之前 我就是很習慣 不買UB的遊戲 我就是很習慣不擁有UB的東西 現在大家倒過來說 這是另一件事 沒錯 這個差不多 接著另外一宗新聞 都是時代的終結 可以說少許都是 沒錯 這樣就曾經都非常出名的一間公司 也是大王登死了那間 沒有關係的 不能把閘全部都退給我 是啦 就是HTC 最近有些Facebook專頁出來說 發現全台灣最後一間HTC專賣店 即是官方自己開的專賣店 正式收了皮 那它都沒有什麼產品 以前就是N部手機 放在這裏 現在它一部手機 出完就是玩過一年 一兩部 是的 然後你把Five那些東西 你沒有什麼 它現在呢 我剛才都看回它官網 那裏有些什麼 有一部電話的 就是U24 Pro 那這部就是一個 Snapdragon 7 Gen 3的機 那一部中階機 都賣四千多元 其實我都覺得吸引力都不是太大 四千多元 大巴選擇 是的 另外也有VR 那時候都說是走VR 那它現在賣的那隻叫Five的XR 那賣的呢 就大約是七千六港幣左右 但是就如果拍回去其他肥仔 或者是豬蟹百甲那些 Meta Quest那些 其實 其實那個競爭力 都未必有這麼大 你可能想到剛才 我們常說了幾句 才再到它 或者可能中間再放了其他 所以都沒有辦法的 現在這個 就是你始終研發各方面 都差那麼一點 都是那樣 VR那樣東西 那時候吹得很大 但真的 你想一下 吹到到現在還在吹 再吹 就是說 未來的Future 都吹過現在的Future 你吹完語就出來 也還在Future Future了多久 到底HTC可不可以捱到 真的VR出頭一天 都是一個問題 其實VR會否出頭 這件事都 會不會出到頭 都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對 對 那個貼文就在說 現在的HTC的店鋪 變成一間水煎包的店鋪 不知道有沒有吃 說到水煎包店鋪 很搞笑 都是一個時代的眼淚 很可惜的 對 以前Windows Mobile年代 或者最初的Android 他的機器真的很吸引 他最早在機器上 錄上Trackboard 就是Android機 例如Android機 就錄上Trackboard 又錄上Sensor 很多時候都玩了很多有趣的東西 甚至乎 Google也認了它是一個 Deford的Android廠 最初的親生就是HTC 其中一個死因就是 賣光了一些人給Google 對 其實他算是被Google崩乾了 對 對 他也是受害者 對 我會說他 有程度上Google陰了他 我覺得有一點 你線浪 其實你反過來也是那樣 好像Lokia和Microsoft 有一點像是 也是那樣 沒錯 無論他現在的環境是怎樣 但他曾經也給了很多 很好的設計 或者是很好的設計給我們 也是一個可惜的 可惜的 可惜的 就算我家裡現在有那部 U12那部 我有時拿回來 插下手掣玩遊戲 我那部機器還是用到 我覺得挺好用的 真的可惜 尤其是初期 Windows Phone 我到現在都很喜歡 Diamond Diamond 真的很漂亮 而且他初時跟Google 一起出那些親生仔 那些機器 其實我也覺得是吸引的 不論他的餡料好不好 但是他的設計 我很多部都很喜歡 對 這單差不多 最後講回本地消息 對 本地 我經常都看的一個Facebook專頁 就是一個深水埗電子特賣成 對 為什麼無緣無故會在這個 Statman那裡出來 很成省 對 他說這個擁有了24萬的Facebook專頁 就無預警地被朱先生 斷了 對 對 特賣成的小片 就跟其他媒體說 由於不可抗力的關係 現在就接受了現實了 於是就從頭出發 就開了一個新的Facebook專頁 就叫做深水埗電子特賣成2024 嗯 對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這樣說 香港來講也算是一個大頁 對 前陣子說黃金商場死場 對 就是在說 死場的原因 其中一個是什麼 因為特賣成太多人了 然後說東西又便宜又等 那些都過了就不過黃金 對 就說導致黃金變成一個死場的原因 他簡直是很厲害 你特賣成那一刻 差不多拿回以前的迷人圖 又把怪我律的那張 他差不多用過那張 是的 的確他們都很受歡迎 事件發生了一兩天的時候 我看回特賣成新的Page 都已經有1.6萬個Like 以及2萬個Followers 竟然是 也算是在復原 我看他們爽出Page 打算追回之前的內容 那如果大家本身Follow 奇怪 為什麼不見了 那你找回新Page 去Follow 是的 他賣的東西都越來越 猜不到 他那些東西 越來越雜 當然你本身在他那裡 要找的東西都可以找得回 例如你以前買條線 買貼的那些 要便宜的他都有 這本東西他有齊 但他現在是玩具布才是神經病 我之前看他回到 Cyber Formula 回到一些黃鴉回來買 神經病 我又出不及去 其實我想要的 那一家 神經病 那一陣子 我叫牌入 那個星期 忙到嗨嗨 你跟我說的 我經常都出去 下次我看有沒有黃鴉 有幫我買 應該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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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那一陣子會彈出來 那一批批貨就很難搶 有一陣子在搖岩露營 就不知為何不斷賣露營 那陣子 對呀 神經病 什麼都買 真的 電影被人 然後最棒是說 光劍工學那陣子 那陣子 他裡面買光劍 真的在 他入貨那班 真的很懂得玩 真的 很好笑 他們都是自肥的 他們都很明顯 露營那陣子很明顯 那陣子有人在看露營看 那陣子很開心 那陣子 對呀 對呀 所以如果你是follow開那個page 奇怪 為何不見了 就找回人家新的page 去follow回 沒錯 那今天我們科技怪事 都來到這裡 差不多了 那麼 電滿新聞 我們就不錄的了 因為不用錄音形式送相 播完這一節 應該是星期五的晚上 就直至用直播的形式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電滿新聞 到時可以和check room的各位 一起聊聊那些新聞 今次的電滿新聞就這樣來進行 所以如果你是聽著 我們放鬆室晚上的節目的聽眾們 可以在這裡一起等 聽直播的時段 多謝各位收聽 電滿新聞的時間回來再見 燈烈